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施鲁君洪台长 我女儿1990年数码的 两年前得了脑瘤 她不开心发脾气 你用不着讲的 用不着讲的 你让我看就知道了 你一讲我还看什么 我帮你看的时候会帮她治的 几几年数什么 1990年数码 也不大 这么大 对对对 但是压迫她的脑神经血管 不大容易开刀 听得懂吗 所以一开刀会中风 所以医生都不敢动她 讲对不对啦 对对对 我告诉你 现在她吃东西蛮多 对对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身上一个鬼 这个鬼在她身上 天天要吃东西 天天吃东西 这个灵性在她身上 白天她很正常 一到晚上 就到她身上 就到她身上来 对对对 她就要发 她就是有时候把门又关起来 看见人家害怕 对对对 小便多 小便多 对对对 小便多 现在你们知道了吗 这个世界啊 你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很多人以为啊 这种毛病医生都很看不好的 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告诉你 还有这个灵性 这个鬼啊 踩在她的腰上 所以她的腰也不好 酸痛 你问她自己 还有她走路这么 走路怪怪的 对对对对 你看她自己还鼓掌 看见了吗 现在明白了吗 我告诉你啊 她人很好的 对很好 这个女儿我告诉你 欠你的上辈子 所以这辈子来还你的债 那么不当心的惹到灵性了 是你们家族里面的灵性 你们家里过去有杀业 我的亲戚他们以前 他们是买那个钓鱼竿的 买钓鱼竿的 买小虫子给鱼翅的小虫子钓鱼竿 卖钓鱼竿你知道吗 就等于卖枪给人家 去打鱼嘛 不一样啊 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业障 还有啊 你叫她头发弄弄干净 因为头发遮住天庭 一个人没有运气的 一个人要头发要光 额头天庭要饱满 这个人才会有运气 听得懂了吗 遮住了整个人就浑浑道道的 所以你要让她这样 现在我已经让那个灵性离开了 她现在很清楚 脑子很好的 你要好好念经吗 要不要啊 要的 你听台长的话 你要把这个灵性念掉 好不好啊 好的 台长能救你的啊 没有什么问题的 还有 这个灵性跟她前世 也有一点情缘 所以经常会弄弄她的身体 所以她的妇科也不好 听得懂吗 因为没去查 不知道没去查 我告诉你 不是 她不正常 就是说 生理期不正常 对 对 其他的呢 倒没什么 主要的就是 一个脑子 脑子呢 你现在这样 每天给她念 小房子 你最好 一共小房子 要给她念 七百张 然后呢 每天给她大悲咒念 十七遍 心经念四十九遍 礼佛念五遍 然后呢 给她念 消灾吉祥神奏 四十九遍 往生奏 四十九遍 这样的话 她很快 就会 脑瘤会缩小 而且我现在看她 这个脑瘤 靠近血管 特别危险 弄不好 你医生告诉她 弄不好 她就会偏瘫一半 对 我告诉你 我现在 已经用意念 帮她这个瘤啊 移动了一点点了 她马上就会舒服 你现在问她 我告诉你 她是左手啊 这个右手啊 这是右手 你的右手啊 天天早上会发麻的 哎 她发麻的 她是 有时候发麻的 早上 你看了吗 大家看到吗 记住 大脑压迫血管 手就会发麻 麻了之后 慢慢的就会偏瘫 所以你每天 要自己要动 好吗 而且要走路 而且要自己 要有信心 啊 我告诉你 只要把这个灵性念掉 她就没事了 很小的事情 舅舅她这种人 对我来讲 很小的事情 她想工作 现在没工作 她想工作啊 能不能找到工作啊 她好像不在日本的吧 不在日本 在中国的 在中国的嘛 大家看见了吗 我告诉你啊 你暂时找一个朋友 或者家里 给她找点工作做 不要让她出去做 现在不行 现在别人 如果笑她 给她的气场不好 她会有压抑感 一压抑感的话 内分泌失调 叫睡不好 灵性在身上开心 接下来 这个东西就会长大 你如果不缺钱的话 不就是一个床 一个饭吗 你就是把它养在家里 她不开心啊 不开心啊 不开心 叫她多多看看台长的DVD啊 台长的DVD够你看一年呢 你看看台长的DVD 就会开心了 然后呢 你可以到日本的供修会里面去 供修组里面去拜拜佛 好吧 拜拜佛 请观世音部 他保佑你了 身体早点好了 好不好啊 你能不能吃全树啊 他现在还没有 你愿意不愿意 你要是吃全树的话 台长可以叫你在半年当中 这个刘就基本上要找不到了 他正在准备吃全树 吃全树 愿意不愿意了 愿意 好 好吧 你看他现在正常吧 他你知道吗 他过去 他现在几岁啊 26岁啊 27岁啊 你给他介绍过男朋友的过去 对的 没成功 对的 是的 那么他以后婚姻 我告诉你 你很麻烦的 介绍也是你 矫调也是你 对的 是我矫调的 听得懂吗 他看上人家了 跟人家好了 你又说这个男的不行 我说不好不好 脚掉 不好就拜拜了 对不对啊 现在像他这情况 你最好不要让他谈恋爱了 让他干净一点 等到他完全好了再说 好吧 30岁的女的也嫁得出去的呀 40岁的女的也嫁得出去 这有什么关系了 碰不到好的就不要去找 来不及的为了年龄 到时候离掉了更痛苦 还拖个孩子回来 发神经啊 再说你跟他上辈子 两个人夫妻 所以你 他一谈恋爱 你心痛得不得了 我讲错了吗 没有 所以没办法 我家里有灵性嘛 家道还蛮大的 还蛮好 家里应该没有人性 你家的隔壁呀 你家的隔壁气场不是太好 对对 隔壁是人家一个厕所 人家一个公共厕所 不是公共就是人家隔壁 隔壁一个厕所 就是我们听旁边 你赶快贴张山水画呀 我是买了山 是请了山水画 赶快贴呀 楼下有公共厕所 楼下是公共厕所 旁边也 楼下也是公共厕所 你们家整个臭了 所以我告诉你 气场不好啊 对孩子的心态也有问题啊 还好楼上还蛮干净的 我这楼上再脏的话 你就完了 赶快搬家吧 你给他的床啊 换个位置好吗 好的啊 我看着他进门左手边 是不是他的房间啊 左手边前面一点 前面一点 左面 前面一点 是他的房间是吧 不大 不大 给他床换一下位置 好吧 往右面换 好吧 现在靠的太靠门了 靠门的不好 而且你们家这个门 很难看 门有点斜的 这叫斜门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小姑娘我讲话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算了 有你妈妈在 你这辈子 不要想谈男朋友了 那他不开心了 开心 很开心 因为你谈男朋友之后 男朋友会欺负你的 所以你现在暂时跟着妈妈 妈妈不会欺负你 明白了吗 好吧 乖一点 小丫头 你等病好了之后再说 你妈妈还会跟你介绍很多 然后把你脚掉很多 可以看一个盲人吗 好 王仁 2007年 零几年 07年 走掉的 我父亲 叫什么名字 叫姓李 心里 木枝里 思想的诗 耳朵旁 一元两元的元 李思元 耳朵旁 李思元 哎呦 你爸爸活着的时候 人很能干 什么都能做的 在家里什么都会做 很好的 对 他烧饭 烧饭都会烧 而且人非常善良 很善良 人很好 你帮你爸爸念了很多经 我帮他念的 因为我梦到他 我告诉你 梦到他 我告诉你 他已经在天上了 再遇见天 哎呦 你爸爸很好 人真的很好 是的 他很善良 非常善良 因为你是来讨债的嘛 你是讨债鬼 我自己可以问吧 你再问一点吧 我1962年属虎的 你想问什么 我身体 我舌头 腰 腰 腰不好 腰有酸 舌头也不好 肠胃 胃酸 胃酸 颈椎也不好 不好 左面眼睛不好 对对 眼睛也不好 掉头发 掉头发 记性很不好 对对 耳朵也不好 对对 关节也不好 对对对 哎呦 现在知道了吧 知道 我舌头也发痛 发麻 发麻 左手肩膀这里 对对对 今天晚上痛得来要命 痛得来要命 哎呦 你掉过孩子 哎对对 打太过孩子 哎对对 对对对 还没走掉 还有一个 我打了 有几个了 你打了 你打了四个到五个了 哎对对对 哎呦 台南厉害不厉害 古早 现在你们知道 台南怎么救人了吧 你好好念掉 你已经念掉两个了 你还要念经 你大概还要念三个 那么多少张 一个念二十七张 一个念三十六张 还有一个念四十九张 好吧 你这个人呢 告诉你啊 哎呀 你你这个很敏感啊 你非常敏感 一点点风啊 你就怕冷啊 对对 你手洗的时候水冷啊 你的肩膀就痛了 哎呀 哎呀 你的脑子晚上 经常睡眠不好啊 哎不好啊 哎 就你这个样子 年轻的时候 很多人追你啊 对的 对的 哎呀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好努力 学佛念经 会越来越好 当心自己的关节 每天晚上要泡脚 哦 明白了吗 哦 我关节痛这里 关节痛不就泡脚啊 你现在我看你这个关节磨啊 已经磨了很厉害了 就这样的话 你一跪下来 就会有点痛 然后有时候站了时间长了 他也会磨 你应该 你应该多吃一点卵磷脂 哦 哦 好吗 哦 然后自己要多多的泡脚 多吃点钙片 哦 哦 好吗 还有讲话要少 念经要多 哦 因为你的话太多了 哦 你的经都跑光了 哦 哦 明白了吗 哦 好嘞 好嘞 Então 咱 咱